在安全室被犯录影带里有交的 Brace Position 防撞击姿势 以带里的安全指示卡也会出现 请大家一定要熟悉怎么做 什么时候要做这个姿势呢 当飞机紧急迫降 听到空服员们大喊 Brace Brace的时候 或是碰到意外撞击时 乘客马上就要做出对应的Brace Position 防撞击姿势就是用来保护身体降低冲击 减少头部和身体的伤害 二 遇到意外时 机舱内的紧急照明系统都会亮起 在逃生门也有出口灯指引乘客 乘客们要尽量保持冷静 如有浓烟情况也有眼珠口鼻 看清楚往哪边逃生 配合空服员们的指示 就能越快安全撤离 三 当听到机组员大喊 Evacuate! Evacuate! 除了英文外 不同航空公司也会出现 其他语言的疏散或逃生口号 这时乘客第一件事 就是立刻把安全带解开 不要带任何行李 也不要带任何物品 以最快的速度往最近的出口逃生 并且在下飞机后远离飞机 避免因为飞机起火爆炸 而造成更多伤亡 日本与田机场2日傍晚 发生飞机相撞事故 一架日本航空客机降落时 碰撞上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 造成爆炸火事延烧 海上保安厅飞机无死以重伤 日航客机379人 367名乘客与12名机组人员 全数逃出 虽其中有17人受伤 不过在如此短时间撤离堪称奇迹 空姐出身的网红空姐抱抱Emily Post 以专业经验分享并呼吁乘客避之 在雨田机场降落时起火的事故 深思一瞬间真的很惊险 将近会400人的飞机 专得空服员在90秒内 迅速紧急疏散所有乘客 真的很令人敬佩 如果不幸在飞机上碰到任何紧急事故时 乘客该要如何保护自己顺利逃生呢 有三件事一定要知道 一 在安全示范录营带里有交的 Brace Position 防撞击姿势 以带里的安全指示卡也会出现 请大家一定要熟悉怎么做 什么时候要做这个姿势呢 当飞机紧急迫降 听到空服员们大喊 Brace Brace的时候 或是碰到意外撞击时 乘客马上就要做出对应的Brace Position 防撞击姿势就是用来保护身体降低冲击 减少头部和身体的伤害 二 遇到意外时 机舱内的紧急照明系统都会亮起 在逃生们也有出口灯指引乘客 乘客们要尽量保持冷静 如果有浓烟情况也有眼珠口鼻 看清楚往哪边逃生 配合空服员们的指示 就能越快安全撤离 三 当听到机组员大喊 Evacuate! Evacuate! 除了英文外 不同航空公司也会出现 其他语言的疏散或逃生口号 这时乘客第一件事 就是立刻把安全带解开 不要带任何行李 也不要带任何物品 以最快的速度往最近的出口逃生 并且在下飞机后远离飞机 避免因为飞机起火爆炸 而造成更多伤亡 在飞机上不管是机组人员还是乘客 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 机门一旦关闭就只有你我了 能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 坐飞机时请大家一定要专心看 安全示范录影带和逃生须知 意外碰到时分秒必争 你至少要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